2023网飞最好看的谍战悬疑局暗夜情报员震撼来袭 联邦特工在乘坐地铁时突然发现有人在车厢内丢下一枚定时炸弹 情急之下特工立刻拉动地铁的紧急制动开关并疏散人群 然而还没等所有人安全撤离 车厢中的定时炸弹就硬 虽然特工没能成功阻止这次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但他已经尽可能地将本次爆炸案的伤害降到最低 可随后在围观的人群中特工突然发现了那个疑似放置炸弹的男人 特工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只好拖着他的伤腿独自对此人进行追击 之后他追寻此人来到了一个四周空旷无人的小巷内 特工试图走进垃圾堆旁进行查看 但此时对方突然从身后攻击了他 对方一开始就直接踢中特工受伤的膝盖并打掉了他的手枪 在两人的打斗过程中可以看出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特殊的训练 从身上显露出的纹身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隶属于某个犯罪组织 在经过一番殊死搏斗之后 嫌疑人很快就摆脱了特工的纠缠并向远处逃跑 然而欺而不舍的特工虽然在他的身后颈椎不舍 但无奈的是他恰巧被路口来不及刹车的路人放倒 此时全身多处受伤的特工也只能眼看着嫌疑人逃之夭夭 而由于没有抓到嫌疑人 这桩地铁爆炸案在一年之后依然是悬而未决 因此特工在这次事件后一直在舆论中饱受争议 他也不得不接受一份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特殊的工作 在夜班时段守候着一部从未响起的紧急电话 在白宫地下室内从未响过的紧急电话此时突然响起 拨打求助电话的女人根本不清楚这些特工代码代表的含义 就在几分钟以前临时寄宿在姑妈家的女人突然被屋外的声音吵起 他拿出手机查看发现手机信号和屋内的电力系统同时被切断 随后他来到走廊竟然发现姑妈此时正在焚烧文件 并且还说着白宫出现了内奸 当务之急是销毁资料等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语 姑妈告诉罗斯他现在没办法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但此时在房间外已经有两名职业杀手找上了来 现在他们已经切断了这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姑妈希望他可以保持冷静 拿着这张纸条到山下的邻居家拨打上面的电话 然而没过多久外面的杀手就悄悄地闯入到姑妈家中 他们先是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突然套住丈夫的脖子 与此同时妻子也在与对方的搏斗中不幸败下阵来 之后他们夫妻二人就这样双双遇险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从窗外经过的女人看见 受到惊吓的女人使出洪荒之力飞奔到了邻居家 他奋力打碎玻璃闯入屋内并拨通了姑妈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此时外面的杀手已经找上门来 皮特告诉罗斯走到楼上将浴室的门反锁 然后让他躲在相反方向卧室的衣橱内 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等待警方救援 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令人窒息的等待后 警方及时赶到现场解救了女人 皮特的上司白宫幕僚长在得知这个突发情况后 立刻指派皮特赶赴现场将罗斯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清楚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但刚刚遇难的夫妻二人却都是他们的秘密特工 皮特告诉正在现场的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杰明 他收到总统的单独指派要将这个女人带走 女人起初对这名联邦特工抱有很强的戒备性 但皮特说他只是一名负责接电话的低级别特工 具体的事情他并不清楚 但他接到的命令是尽全力保护女人的安全 随后皮特将罗斯带到自己的公寓 让他换上衣橱里前女友的衣服 并将罗斯的电话丢在保险箱中以甩掉被追踪的痕迹 在做好这些准备后 两人离开了皮特的住处前往安全屋 不过好景不长 他们马上意识到来自后方的不速之渴 在经历一段紧张刺激的飙车后 皮特成功摆脱了杀手的追击 不出皮特所料 他发现两名黑衣人悄悄来到他的公寓 找到了他故意留下来的手机 随后他立刻将这消息汇报给他的上司法尔 然而等助手在楼下的特工上楼以后 却并没有找到刚才的入侵者 不过在回看监控录像后 皮特突然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其中在一名蒙面人的手上 戴着一枚特殊图案的戒指 第二天一早 皮特将罗斯带到指定地点 与华盛顿方面的高层会面 等候在屋内的FBI副局长认为特工皮特的级别太低 他没有资格参与这场对话 只能让他待在隔壁的房间等待 因此皮特告诉罗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如实陈述就好 并告诉他可以相信在这个屋里的人 但罗斯强调他听到布妈说白宫里出现了内奸 女人谎称由于他当时太紧张 所以没看清凶手的模样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说了实话 可能就会因此性命不保 但殊不知接到刺杀命令的杀手 此时正在赶赴华盛顿的路上 而在随后的高层内部会议上 克勤局认为FBI的调查进展缓慢 不过霍金斯局长明确告诉对方 不要把自己的手伸得太长 幕僚长法尔告诉他的下属皮特秘密 对霍金斯局长展开调查 皮特通过查阅过去的资料 发现两名遇害特工都曾是霍金斯的下属 第二天皮特将他整理的资料交给上司后 决定返回酒店查看一下罗斯的情况 可当皮特来到酒店后 就发现这里有些不对劲 此时负责安保工作的特勤人员 全都不见了踪影 并且突然之间酒店内部的电力系统也被切断 意识到危机的皮特立即前往楼上查明情况 由于准备不足皮特很快就打光了自己的子弹 而走廊外面的出口此时已经被两名杀手封了 皮特也只好打碎玻璃幕墙 试图从酒店的二楼跳向地面 不过话音刚落倒霉的皮特就被瞬间打理 玻璃爆裂使得他从空中重重地砸向地面 然而此时门外的杀手浮尽在支持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罗斯也不得不勇敢地跃向地面 不过还好他们俩还算是幸运地躲过一劫 随后他们跑到街边的服装店 借用路人的电话联系了组 然而白宫方面对于撤离特勤人员的命令毫不知情 但他们通过查阅内部的记录发现 是霍金斯局长在半小时以前通过系统发出的指令 不过白宫方面现在并不清楚霍金斯局长具体在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霍金斯局长独自一人前往神秘商人的住所 罗斯认为现在白宫里的内鬼已经摆明了是想要他的性命 那他们如果现在回去也一定有去误会 他打算单独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他的家人 之后他和皮特一同返回到姑妈家的住处 但这里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带走 罗斯努力回忆起姑妈生前反复提及余英这个人 并且他还强调在七天之后会有一个大麻烦 但他现在不清楚这些代号背后真实的含义 不过此时他突然想起在姑妈的谈话中提及了树林里的驱动器 随后女人凭着他小时候的记忆找到了这个在森林里的小屋 皮特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特工隐藏的驱动器 不过接入电脑才发现这块硬盘经过多重加密 只有国家情报级别的超级电脑才能进行解密 不过皮特却突然发现这个被加密的文件名正是被炸地铁的编号 这说明两名特工是发现了爆炸案的内幕才惨遭灭口 之后皮特不得不联络他的上司法尔向他寻求帮助 但此时法尔却告诉皮特霍金斯局长已经在郊外的田地里遇害 法尔说虽然不知道霍金斯的同伙是谁 但显然对方是希望让他永远闭上嘴 法尔命令皮特立刻带着罗斯和硬盘返回左部 然而罗斯认为他们现在回去是自投罗王 罗斯推测如果副局长是好人 那说明他已经查出了叛徒的身份所以才被职业杀手灭口 如果副局长是坏人 那说明白宫里与他合谋的人是为了自保 才把这一切都嫁祸到他的身上 毕竟死人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 最后他们俩商量出一个办法来测试法尔是否值得信任 皮特在私人电话里告诉法尔他们会在天亮之后返回嘴部 但如果是杀手在今晚就来到树林 那一定是法尔走漏了消息 在树林里白白守候一宿的特工连一丁点的人影都没有看见 然而正当皮特准备放松的时候 却突然从远处传来了女人的呼喊声 皮特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眼前的女背包客行即可 并且此时在小木屋的旁边也同时出现了一名持枪的杀手 罗斯很认真地笃定这俩人就是之前杀害他家人的凶手 好在他们两人已经提前预判到在与白宫方面进行通话后 白宫里边的内鬼一定会安排杀手找上门来 随后皮特和罗斯向山里的密林走去 而尾随在身后的杀手由于地形的劣势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现在看起来皮特的上司法尔很有可能就是白宫里的内鬼 但由于在地铁爆炸案发生以后 只有法尔相信皮特是清白的 并且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在白宫地下室里的清闲工作 因此从情感上皮特并不愿意相信法尔就是白宫里的内鬼 不过摆在罗斯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破解硬盘里的文件家找到云莺的真实身份 毕竟留给他们只有不到五天的时间了 因此他们决定安排一个新的计划 皮特带着罗斯的硬盘返回白宫向上司法尔汇报情况 他谎称罗斯刚刚在加油站的洗手间里偷偷逃走了 技术人员告诉法尔破解硬盘里的资料大概还需等待五个小时的时间 法尔强调在资料破解之后 只有他的门卡才有权限进出房间 另外一边罗斯驾车来到一处公路旁的餐饮店 在预计的破解时间快到的时候 罗斯拨打了白宫的暗夜专写 与此同时 法尔正在机房里焦急地等待即将解密的资料 但此时皮特来到法尔的身旁向他汇报 罗斯打来电话要和他单独通话 就这样 通过调虎离山的方式 皮特将法尔骗到他的办公室 随后皮特故意写下小纸条告诉法尔 他现在要去追踪这个手机信号的位置 然而实际上皮特是悄悄顺走了法尔的门禁卡 并返回机房 他将罗斯交给他的无线网卡 接入到这台主机中 而罗斯则是在电话里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没过多久 这位硅谷出身的女程序员 就远程控制了这台主机 然而上传数据还需要等待五分钟的时间 但此时在餐饮店里突然出现了两名公路警察 受到通缉的罗斯为了不引起注意 也只好挂断了电话 他利用记事本通知皮特立刻终止行动 然而当法尔赶到机房的时候 才想起遗落在桌面上的门禁卡 与此同时 皮特抄近路赶在法尔之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并将法尔的门禁卡悄悄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利用这个时间插罗斯 以成功将破解的资料拷贝到自己的笔记本 等法尔再次返回机房的时候 才发现硬盘里的资料早已被人为清空 然而这个看起来已经成功的计划 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此时法尔已经发现了桌面上多出来的无线网卡 法尔解释说在两个月以前 总统重启了地铁爆炸案的调查 种种迹象表明在白宫的内部 有人参与这次的爆炸案 法尔怀疑这个内鬼可能就是FBI的副局长霍金斯 也许就是这个内鬼在他的手机中安装了窃听软件 并且还故意调走了保护罗斯的特勤人员 随后法尔向皮特发誓 他根本没有派人去追杀他们 与此同时回到藏身处的罗斯将自己的位置发给了皮特 在查看这些破解资料时 罗斯突然在图片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地址 不过让罗斯没想到的是 皮特突然将法尔带到了他的藏身处 为了找出隐藏在白宫里的叛徒 两人来到图纸标注的地点进行调查 然而居住在此处的独居老人看起来并不友善 好在女人突然回想起 在她小时候姑妈曾经带着她来过这 这才使得他们两人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老夫人正是女人姑妈生前的好友 在调查地铁爆炸案过程中 她为姑妈提供了大量的试证工程图纸 因为姑妈怀疑在咖啡店附近的某个地点 可能是潜在的袭击目标 与此同时皮特无意中发现 在卫生间里会有间歇性的晃动 这就表明正在地下行驶的地铁列车 正好途径这家咖啡店 随后皮特拿出地图找出一年前地铁爆炸案发生的位置 不过在当时皮特恰巧在地铁上截停了那辆装有炸弹的列车 所以那枚炸弹当时所爆炸的位置 并不是对方原来想要袭击的地点 通过再次查看图纸他们发现 在这附近有一条输气管道正好与地铁交汇 如果当时是在交汇处引爆列车上的炸弹 至少会摧毁掉附近的两条街区 所以现在要想知道隐藏在白宫里的叛徒的真实物 那首先要弄清楚 在一年前他们企图炸毁这里的原因 与此同时皮特的好友通过查询车牌号码找到了杀手新家的地址 但皮特告诫好友等他赶到以前先不要轻举妄动 而此时正准备晚餐的两名杀手 突然接到金主给他们安排的一份临时任务 没过多久 皮特带着罗斯见到了守在路边的两位警察朋友 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杀手的房间打算对其进行抓捕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在房间里空无一人 另外一边正在家中休息的独居老人 突然觉察到家中有陌生人床 不过罗斯在查看地铁爆炸案当天咖啡店的监控录像时 有新的发现 在视频中有个单独落座的女人经常不停地自言自语 暗夜特工无意间发现在车厢内的可疑包裹 还没等他来得及拆除这枚炸弹车厢 瞬间就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但由于特工紧急制动了那辆行驶的列车 所以这场爆炸并没有炸毁原定的目标 然而为了掩盖这次行动的失败 对方只派杀手找上门来 毁灭了所有相关证据 并伪造了保罗在家服药自杀的假象 不过执行任务的杀手 却错把他的双胞胎兄弟当成了目标错杀 之后保罗为了给死去的兄弟复仇 只好借用他的身份继续生活 接下来他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副总统的女儿身上 不过正在读大学的女孩麦蒂每天都被特勤局的特工严密保护 然而麦蒂从小就天生叛逆 和他的总统父亲关系非常紧张 之后保罗雇佣了一名美术老师对女孩麦蒂展开追求 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麦蒂很快就在男人花言巧语的公式下所温险 下课后麦蒂悄悄将一张小纸条放在旁边的笔筒里 他告诉对方在今天晚上他会去参加一场艺术品展览 但他会想办法甩掉那些特勤员员悄悄跑出来与男人约会 当职特工突然意识到卫生间里没有任何动静 等他走进房间才发现此时麦蒂已经不持续响 与此同时麦蒂来到男人的家中 不过此时保罗的突然出现吓坏了女孩麦蒂 然而保罗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 就直接开枪射杀了这位被他利用的美术老师 就这样保罗绑架了副总统的女儿作为他谈判的筹码 与此同时皮特来到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家中 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 皮特从和他妻子的对话中得知 杰米局长一直对地铁爆炸案的调查感到疑惑不解 他感觉有些人在这背后一直妨碍他们进行调查 通过拼凑这些信息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名叫改造胡工业的承包商 然而巧合的是罗斯也发现手持戒指的凶手 和这个改造胡工业密切相关 他认为这家公司一定与他家人的被害有关 现在要想找出在白宫里谁是幕后黑手 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资金的流向寻找 公开资料显示在几年内 有很多笔捐赠款都流向副总统的阵意 并且这个改造胡工业的公司总裁 戈登与副总统的私交甚密 不过皮特并没有直接将罗斯送回白宫 因为他意识到假设副总统就是幕后的黑手 但他没有权利调走在宾馆里负责保护罗斯的特勤人员 所以这就意味着在白宫里他还有其他的同盟 因此皮特先将罗斯安顿在他好朋友的家中 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此时已经有两名杀手跟在他们的车后 然而当皮特来到白宫后 法尔的秘书并没有让皮特直接与总统会面 皮特告诉法尔他发现地铁爆炸案另有引擎 他解释说地铁里的炸弹原本是打算引起一场更大的爆炸 从而借机除掉当时在地面上的某个重要人物 随后皮特将一些重要的照片放在法尔的面前 并且他认为接下来这些人还在预谋另一次袭击 只是皮特现在还不清楚对方的下一步计划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件事情尽快汇报给总统 不过此时法尔不小心说漏了嘴 皮特突然意识到法尔对他的夸奖 其实是在掩饰着内心的不安 随后皮特拨通了罗斯的电话 另外一边法尔拨通了戈登的电话 法尔说他会立刻逮捕皮特并想办法让他保持沉默 之后戈登只派他的两名杀手打算除掉罗斯 不过此时罗斯已经在皮特朋友的帮助下先行离开 门卡的突然失效意味着法尔已经对皮特下手 而皮特则是灵机一动趁乱拿走了同事的门卡 虽然总统近在眼前 但皮特首先要做的是优先保证罗斯的安全 因此他不得不在这些特勤人员的严密围捕下从白宫逃离 与此同时护送罗斯的周警朋友也察觉到 他的车可能是被杀手放置了追踪器 他告诉罗斯让他在拐角处悄悄跳下去并走进路跑向码头 此时已经独自一人来到码头的罗斯突然被杀手按在地上 就在杀手掐断罗斯脖子即将断起的时候 皮特及时打 在两人合力地配合下 这名杀手终于被他们成功控制 但皮特还是选择让罗斯报警按照流程办事 法尔将丑闻泄露的事情告诉给了副总统 希望他可以在自己女儿的绑架案上借题发挥 法尔说现在戈登的手下失联了 皮特和拿着硬盘的女孩也不知去想 接下来的发言是否有说服力将决定他们以后 会留在白宫还是去蹲监狱 接下来马特奥命令麦蒂手持报纸为他录制一段视频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迫使麦蒂的父亲 承认他在地铁爆炸案中所犯下的罪行 副总统在收到女儿被绑架的视频后 萌生了向劫匪低头的意愿 但他的两个同党却不希望因为此事被他一同脱下水 随后幕僚长法尔将一个玩具熊丢到副总统的手里 在几天以前他们在心理医生那里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麦蒂打算公开一段秘密录像 好让他的父亲身败名裂 于是他们只派两名杀手前往副总统原来的住处 取回了这段录像 与此同时特勤局的探员在画室里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女探员告诉同伴他曾在麦蒂的房间里见过这个纹身图案 之后他们再次返回到麦蒂的房间 在房间顶部的夹层里 他们找到一盒麦蒂的私人物 通过交叉比对这些已经掌握的信息 他们推测出照片中的男人有重大嫌疑 探员向幕僚长汇报 如果追查到图片中的男人 也许就可以找到被绑架的麦蒂 但法尔却坚持认为特工皮特仍是绑架案的主要嫌疑人 现在特勤局的首要任务是将潜逃的皮特缉拿归案 与此同时皮特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 他需要找到隐藏在调查局内部的阴谋 在内部的数据库中 一名与案件相关的嫌疑人在受审的前一天离起死亡 皮特猜想如果此人就是地铁中放置炸弹的男人 那就能把整件事和改造壶联系起来 第二天他们来到当地的公共档案室 调取了这名嫌疑人的尸检报告 在查看了这些资料后 皮特非常确信照片中的男人就是地铁爆炸案的凶手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继续调查的时候 却不幸被特勤局的探员发现 皮特告诉对方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法尔操纵地铁爆炸案的相关证据 如果现在把他们俩抓回去 那正好中了法尔的圈套 与此同时情绪失控的麦蒂无意间 将房间的墙体踢出一个大洞 在得知这个特殊的标记后 女孩告诉男人他打算再录一段视频 没过多久 特勤局探员就收到了麦蒂发来的视频 皮特发现在视频中 女孩在说话时故意敲击他的项链 通过破解这段暗语 他们得知这是一个集装箱的编号 在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后 探员已经初步确定麦蒂被关押的位置 然而此时幕后黑手改造胡也派出杀手 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 远处的狙击手直接透墙命中了女孩的小腿 探员皮特和老黑就地展开反击 但由于地形的劣势 他们一直处于对方的火力压制下 老黑示意同伴他会在下一秒率先为队友进行掩护 之后再更换弹夹的间歇 皮特再和他交换位置 借助集装箱的宽度 他们分别在首尾两侧交替干扰狙击手的视线 随后皮特利用他有节奏的点射 差一点就命中目标 然而在远距离的射击中 身处高地的狙击手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在皮特的子弹打光后 看到队友倒地后皮特不顾自己的安危 试图将老黑拽到一旁 但与此同时狙击手也已经将弹夹更换完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有位热心市民突然神兵天降 罗斯直接大吼一声 将毫无防备的狙击手给推了出去 在成功解救了副总统的女儿后 皮特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离开现场 爱林顿反复叮嘱麦蒂 暂时先不要提及刚才那两个人 皮特和罗斯则是在增援力量赶到前 顺利撤离 另外一边如坐针毡的副总统 已经得知女儿获酒 戈登告诉幕僚长 鱼鹰的专机将在下午降落在安德鲁基地 他们已经将定时炸弹布置在 为鱼鹰准备的车辆里 然而此时法尔和戈登 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副总统建议他们双方先冷静一下 眼下应该弄清楚 麦蒂和爱林顿已经掌握了多少命运 爱林顿有所保留地 向几位高层汇报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之后调查局局长询问爱林顿 在传递暗语的录像中 麦蒂都说了什么 而凡尔卫混淆视听 则故意将话题转移到皮特的身上 但爱林顿坚称 皮特并没有参与这桩绑架案 之后爱林顿在试图取回电话 和配枪的过程中遭遇阻谋 但他却意外得知鱼鹰的此行的目的地 是前往戴维莹会见总统 与此同时 麦蒂在下楼时 无意间听到了一段让他不寒而栗的谈话 爱林顿借助麦蒂的旧手机 将鱼鹰的行程通知给皮特 但罗斯不认为这些叛徒 会在总统的面前炸死鱼鹰 由于团队的内部出现叛徒特勤局主管当场毕命 总统的幕僚长法尔则是身负重伤 特工皮特将成为解救总统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毫不知情的总统 已经和目标人物前往指定地点 准备此次刺杀行动的特工 已经将定时炸弹的倒计时设定在十分钟后引爆 在发现这些人的行为可疑后 特工爱林顿率先发起攻击将面前的特工击晕 随后他在一楼的休息室内 找到了这枚已经开始计时的定时炸弹 皮特和罗斯按照法尔的指引来到机房试图修复戴维营的无线电信号 而助手在此处的特工在发现谎言被揭穿后迅速向皮特发起攻击 作为本剧最强战力的女主再次一招置敌 紧接着皮特就抡起特工的伤腿来了一个过肩帅 皮特发现这些特工每个人的身上都携带着对讲机 那就说明并非所有的通讯信号都被切断了 已经暴露身份的特工布里格将突发情况汇报给了幕后主使戈登 戈登告诉对方不用慌张 然而等戈登挂断电话后就登上四人飞机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皮特通过对讲机知晓了对方的行动计划 他们打算等目标人物接近大楼时在行动 如果第一次行动失败他们还有备用应急计划 皮特在树林发现了正在秘密指挥刺杀行动的布里格 与此同时罗斯也已经成功修复了通讯信号 得知信号恢复后 艾林顿立刻通过对讲机告诉其他特工进入紧急状态 更多后续内容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人生